那么我现在手中的这一把大提琴呢 是来自法国的一名大提琴家 向我们马来西亚的致琴师定制的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马来西亚致琴师陈老师 好那么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 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致琴师陈老师 陈老师你好 那当初是什么启发了你 就是想要就是开始进入了这个行业 从一开始的只是想认识提琴而已 然后到认识提琴制作 然后直到遇到老师动手之后 这样子就完全的爱上了这个行业 那如果有兴趣想要当自琴师的话 那他们是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可以成为一名自琴师 最重要的是当然我们讲的兴趣 可是兴趣不是对拉琴的兴趣 而是对构造 木工 一些精准 升学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反正就是对这个木工 一定要有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个一个喜欢 我以前有个学生告诉我 就算具备了所有喜欢上提琴制作 每一个部分都还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耐心 那么马来西亚有这门科系是可以暴读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目前是没有了 对对对我们这里没有自琴学校 都是一定要到国外去升学才可以 对对对没错 那老师你有收徒吗 目前为止我是有学生的 新的学生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因为我一直都希望是我下一个要教的 应该就是继承人了 你觉得是哪个国家的自琴师 自琴是比较是最好的 好的自琴师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 当然如果你是以比赛来做标准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亚洲国家 其实也是不差的 比赛只是一个其中一个标准 尤其是在对大众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标准 所以假设在比赛成绩不错的自琴师 我们有一个心理有一个标准 它是一个不差的自琴师 但是我们当然我们也要知道 很多艺术家很多大师 他们是不会去参赛的 那么老师你在制作提琴的行业里 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提琴制作算是沙漠在马来西亚 更不要讲我们精工营制作这种的东西 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要让人知道其实提琴不只是一把乐器这么简单 它基本上可以讲是一件作品 老师那刚刚我看到你是有在维修这一把提琴 也就是这一把提琴 那想问一下这把提琴是什么地方需要做维修的呢 马来西亚最常发生的只是这个太过严重了 就是这个颈它下降了本来是要有这样子的角度 可是这个琴它就太低了 然后太严重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颈踩出来 然后重新建设这个地方这个颈的部分 我们叫抬颈了 需要租一些什么地方来避免这个坏的城 就不要让提琴受潮 尽量没有拉琴的时候把琴放在琴河里 可是也不能够完全避免它会下降的 因为在提琴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个弦是扯着那个颈的 所以有时候这个颈下沉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假设它来到一个程度你觉得非常难拉的时候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样子 那你就要拿来让我们检查 那最把是正常的那个 对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假设这个颈的高度还够的话 我们只需要修那个琴嘛 那我们又可以很好拉 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意大利赢到双金奖的那一把作品呢 这个就是那把中提琴 基本上那个model 琴形是 Amati 这把中提琴偏大把的 它是十六寸有四分之一的 那你那时用时多久来完成这一把 两把都是我和朋友借回来去比赛的 都是卖的 然后我没有特别的去做一把比赛琴 那黑边是因为要给它煤灌 对 黑边基本上好像要炫耀这样子 然后那个 因为那个边你必须要做得很好 上了黑边它才会好看 假设你做得不是非常好的话 你上黑边它反而会突出 你做得不好的地方 那在比赛通常他们定的标准是什么 大大小小的比赛都是分两个组别 一组评的当然是评工艺 评你的艺术性 评看你做得极好 另外一组就是音乐家 音乐家那组就是评琴扭多好拉 声音多平均 声音的饱满度 音色 穿透力 这些都是音乐家评的 所以两组的评审 分数的总数才来排名 以一个知情师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如何去知道一把提琴的价值是什么 市面上的提琴可以分三大种类 工厂琴 然后工作室琴 所以他们要用最短的时间 把一块木材变成小提琴 那把琴的没有 我们没有没有没有整体性的 那把琴工作是通常负责每个部分的 那个那部分也是分开不同的人做 可是那些人都有提琴制作的知识 变成那个琴的整体性会比较高 当然细节会照顾到比较细一点 我们就以个人制作来讲的话 提琴真正的价值 声音只是占了一小部分 更大的部分是在于 那件作品里面存在着创作者的灵魂 那个才是提琴的价值 假设很清楚的这件东西的话 我们回到工厂 工一百年前的工厂琴 今时今日 值多少钱 不值钱 他还是工厂琴 不管你流传多少百年 他还是工厂琴 他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那个身份是改变不了的 假设那个提琴是个人制作的话 这样子 假设我的工钱 能够的工资是一小时十块钱的话 再怎么烂都好了 那把琴还是值两千块钱 然后再以工艺为基础下 在做艺术的表现 就好像音乐家 拉的谱 大家都知道他在拉 下一个音符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很熟悉 可是他还要在这个最熟悉的环境 的这个格局 这个框框里面 做个人的表现 那个才是提琴价值的所在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 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 关于提琴 那如果大家呢 有快乐的提琴 想要维修 或者是想要做保养的话呢 也可以拿到来这里Deciso 那他们的营业时间呢 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面子书打Deciso Deciso就可以找他们啦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